《英雄本色》是由吴宇森指导众多影星主演的动作电影 影片讲述了三人将江湖兄弟情与亲生兄弟情的矛盾集结在一起 体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挫折、失败、忏悔和报复 《英雄本色》不仅是吴宇森的人生转折点 也是香港电影的一座里程碑 这是一部香港从未有过的电影 影片中的男人历经磨难 却从不放弃对意气、地位、尊严的追求 吴宇森豪气必现 在影坛基于已久的失忆与报复 浸透了每一个电影画面 流畅如歌的剪接无可挑剔 这部电影尽情地发挥了吴宇森的暴力美学 《兄弟情》、《双腔》等标签式的电影与会 揭示了在善恶之间摆荡的人性 影片并非港片江湖黑帮的内幕暴露 亦非社会现实的反应 而是活脱脱英雄神话的载照 完全是创作者的主观愿望 感情的投射 影片上映后空前卖座 开创了黑帮英雄片的电影潮流 香港电影由此出现英雄片热潮 在香港影评人评选的香港百部家片内 英雄本色排名第一 足见它对港产片的影响深远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小伙伴在下方点赞留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